胡依天已忍到极限!工作是金回应了。 去年因出演中国戏剧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男主角江陈的胡依天,火速爆红。 因粉丝提出极点质询,金,28,日胡一天工作室统一做出回应,首先在开头提到对于侵犯艺人隐私的行为是不能容忍,再来也严禁粉丝跟酒店、跟车等行为。 但若之后再有类似行为发生,工作人员也不再良性劝导,将会用更强硬的方式解决。 之后还提到胡依天今年规划,今年7月和10月胡依天分别将进入新剧组,并担任电视剧男主角。 工作室表示可以请粉丝期待。 粉丝也在留言说道在保护艺人这块,工作室做得很好,希望大家别再当私生饭,并请尊重艺人个人隐私。 ?"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